少年人的創意不足 这次超短短的南海科技大学 文創下学生 所基盘的比较成功德 就有很多都让人很惊喜的作品 对美工、金工和策略丁丁的工业 来设计做生产用品 可以说是实用有个好看 在新闻之后就带大家 做回来欣赏这页学生的創意 绷带或者是弹力绷 经过到学生的創意 每天分身到这么多不一样的风貌 无意公车贴到的灵感 也结合在古代的建局来做发肥丁丁 将向到更的新闻用品的路线来设计 实用各教典设 我问过当地人 他是说 额的这边对不对 饱满 想象征丰收 因为他们都吃很多稻米 然后象征丰收这样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发想 看着马路上 公车来来往往的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公车 来做造型 来发想层次物贵 那公车发展史 其实以前公车的造型 也没有像现在一样 一定是方方正正的 自己本身也是做外素的 然后就会想说 我们生活上面缺什么 那我们就做什么 然后让它来 让我觉得 这个东西很好用 我会喜欢想要这样子 另外这些可以用来驾驾的兜 用到不同款的插头来造型 还有三位教授 可以带着大家来欣赏各地的风景 这样就是以台湾的嘉明湖制作的 然后它底下这边是用还养素质 加上调色而成的 然后里面有放一支饰饭 所以它可以装水 然后它可以插花 每一栋的草屯的景点 二十月之后毕业作品的完成 实际过得很严格的生日 还先利用一年多的时间 为设计和创作 跟你一支饱饭 以及兴趣到专专 会为上温税的典展 不要透过很多的商业包装 因为太过商业包装里面 其实把文创的主轴都把它偏离掉 希望透过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样的结合 能够在很生活化的这样的方式里面 都能够看到这些产品 去月到四年的背后 南开国际大学文化創意科学 发生最好发挥的空间 马桃会比较新高等来做分享 会在学校广告广告文化教 以及台中接散的所在 留守进行台阳一礼拜 至两礼拜的电视 好欢迎我幸福的民众 这都很想 现在您们先彩虹报道